只读过半年私塾 却登上北大讲坛 成为学贯中西的开宗大师 特立独行的一代怪节 先生 雄实力 在1967年出版的 《美国哲学百科全书》 和1968年出版的 《大英百科全书》中 分别收录了 同一位中国哲学家的专条 书中称他为 中国当代哲学之极出人物 然而 这位被全球学术界认可的 中国哲学家背后 却是一段 几乎没有正规学历教育的 坎坷人生 这位完全凭借天才和自学 取得极高学术成就的哲学家 名叫雄实力 雄实力 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 最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家 他的全部工作 简要的说 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 在儒学价值系统崩溃的时代 重建儒学的本体论 重建人的道德自我 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同时 雄实力也是一位特立独行 无所一棒的怪姐 他由贫瘠的恶东乡间 自学成才 凭借上天以斯文属于的 狂者倾诉 以及种种机缘 最终任教于北京大学 成为后五四时期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 哲学奠基人 这是湖北省黄岗市 它地处湖北省东部 长江中游北岸 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和重要的交通要道 黄岗自古文昌教圣 孕育了中国佛教禅宗 四祖道信 五祖红人 六祖惠能 以及活字印刷术 发明人毕生 医圣李时珍等 科学文化巨匠 然而 在这个学风浓厚的人才之乡 雄实力的学习经历 却异常短暂 1885年2月 雄实力出生在黄岗上巴河镇 一个没落的书香家庭 雄实力的曾祖父 祖父和父亲三代都是单传 曾祖父去世很早 而祖父成年以后 以种田和木工维持一家生计 父亲虽受过教育 很有才华 但自甘清贫 他不肯参加科举考试 一生仅以教书为业 雄实力在晚年曾回忆说 于家三世皆丹丁 都无力追递 在这样的贫寒家庭中 长大的雄实力 自然无钱上学 只能偶尔有时间 到父亲担任老师的相熟旁听 父亲看他好问好学 就经常带着他学习 令父亲惊议的是 年幼的雄实力 显示出了超强的学习能力 他曾在一天里 将三字经倒背如流 拍摄时 摄制组有幸找到了 今年已99岁高龄的 严炳华老人 严炳华是雄实力弟子 李渊婷的夫人 曾经在重庆北辈的缅人书院 与雄实力比邻而居两年 80多岁高龄时 老人还曾根据自己的回忆 写下了大量 关于雄实力先生的纪念文章 雄实力先生的纪念文章 雄实力先生跟我说 他刚才红那一个要度民约 他打了一部二十四次 这一个民约就开完了 这老婆也有学问呀 熊实力十岁那年 父亲染上了肺病 其间又遭到乡间恶霸的欺凌 贫病交加 狠狠而没 临终前 他覆着儿子的头说 你中当废学 这是命啊 可是你体弱多病 怎么干得了农活 不如学点裁缝的手艺 胡胡口算了 但雄实力在父亲的病榻前立誓 儿子无论如何 也要进城您的志士 不敢荒废学业 雄实力的父亲 去世后没两年 母亲也离世了 兄长把他送到父亲的朋友 何先生的私塾里读书 这是熊实力平生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进入学习 何先生十分喜欢他 允许他免费上 但熊实力常常逃课 出去玩耍 小小年纪就放任不羁 还曾口出狂言 举头天外望 无我这般人 他不喜欢受礼仪的约束 且十分欣赏 仙秦时鲁国大夫 紫桑脖子的洒脱 不穿衣 不戴帽 喜欢日光玉 他这个人就是很那个 非常自信 但是也非常狂傲的 这么一尊性格 追求一尊自由 他爸爸有一个学生 就说你这样的放荡不羁 这个将来要出事 在私塾学习半年后 因为难以数 熊实力离开了学堂 而这半年的私塾教育 也成为了他仅有的学历 从那以后 这个性格叛逆 追求自由的天才少年 步入了一段 与大多数人截然不同的 传奇人生 距离黄岗132公里的湖北武汉 是中国内陆最大的 水陆空交通枢纽 自古被称为九省通渠之地 1900年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 被迫吸收 这一年 以介绍西方科学常识 和社会政治风尚 为主要内容的 格制启蒙 也传入了湖北 熊师利通过阅读这类书籍 了解到世界格局的变化 因而产生了 关怀政治时局的冲动 于是 年仅15岁的熊师利 和同乡的几位有志青年 离开家乡黄岗 来到武汉的武昌镇 参加了新军 预谋革命大师 1905年张月 熊师利的密友 刚刚新婚数月的王汉 刺杀清朝高官铁梁未遂 被捕时投井自杀 年仅21岁 这一事件 极大的刺激了 当时在武汉 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 他们于1906年2月 成立了革命团体日之会 主要在新军 学生与会党中 开展革命活动 这期间 熊师利自行创办了 黄岗军学界讲习社 每星期举行集会演说 借孟子的民本主义 和王富之的民族思想 来弘扬民权观念 和民族意识 当时熊师利自学了 大量儒家经典 尤其写周易 他看到了康有为的 十里功法全书 却觉得很是浅薄 初步了解了西方哲学后 他也认为 其理论支离破碎 而他独独对中国古代的 诸子百家思想 深深痴迷 1911年10月10日 湖北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武昌起义 三千多名革命党人 进攻当时的湖北总督府和司令部 并取得了胜利 第二天 湖北即总建了军政府 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 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林元宏被推举为都督 随后熊师利担任了都督府的参谋 这期间熊师利还参加了 光复家乡黄刚的活动 在光复后的庆祝会上 熊师利写下了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八个大字 这也是佛的首印 好像左手指天 右手指地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这样一个意思 这也是一个 能够在天地之间 挺立自我 创造性地解读 古今中外的哲学资源 它是表示这样一个情怀 其实也象征着 整个世界要进行到一个新的纪元 要开拓一个新世界 革命成功了吗 要开拓一个新世界 那对于他来说 他可能也要进行一种新的生活 然后他对未来是充满向往的 但对于革命后的社会生活习气 熊师利是失望的 他曾将自己的失望诉诸彼端 当官的人 当官的人丧狂 结党营私 排除异己 混淆是非 不顾国家大计 生活奢靡 恬不知耻 他说是革命成功 走狗当道 革政不如革心 心灵的心 他说我们国民党的这些同志 就是没有在身心上下功夫 修养下功夫 一心只是贪污腐败 然后军阀的横行霸道 毛北新的生活仍然非常的痛苦 所以他觉得革命对他来说 确实他要走上另一个途径 他觉得他参加二次革命以后 他就很失望 他是对当时的政治状况非常不满 1913年初 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 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宋教人被刺杀 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 也以失败告终 熊师弟备受打击 他眼看着当人争权夺利 革命终无善果 因此感到心灰意冷 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 他总结出 祸乱之起都是因为军阀官僚 贪淫齿迷 悲屈苟且 以及国民的无知造成的 他逐渐认识到救国的根本 并不在于革命 而在于学术思想的兴盛 这一时期 熊师弟在庸言上发表 札记五篇 这是他最早建诸报端的文字 五篇文章分别涉及了 《儒》《诗》《诗》《道》《耶》 以及《汉宋学术》等方面 但他们表达出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取向 就是修养新性 魔力品行 复兴学术 进而影响证据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熊师弟下决心脱离政治 专注学术 成为他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18年冬天 熊师弟又把自己的笔杂 25篇整理成册 名为《熊子珍新书》 请蔡元培过目并希望作序 书中 熊师弟对于当时社会道德体系崩塌 人民信仰缺失表示了担忧 蔡元培看后大为赞叹 认为熊师弟的内心世界 非常深远 不是那些追逐物欲的人可以相比 虽然脱离了革命 专攻学术 但熊师弟特立独行 无所依望的真性情 却始终不改 早在1913年 熊师弟就发表了一篇《见安随笔》 文中他批评了佛学 了尽空无 使人流荡失守 未能解腹 先自于闲 其害不可圣言 认为佛学是消极的 很快 这篇文章就被一项尊崇佛学的梁树明看到了 三年后 梁树明发表《揪元决议论》认为熊师弟对佛学的批评 是不了解佛学真意的表现 在这个学术博异的铺垫下 1919年暑假 在天津南开校园教国文的熊师弟专程来到北京 与梁树明讨论佛学 两人虽意见相左 却一见如故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0年 经梁树明介绍 熊师弟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 师从欧阳静吾大师研习佛法 欧阳静吾是近代著名的佛学居士 张太炎称赞他的学问 在千年内无人能及 其弟子众多 张太炎 梁启超 梁树明等都曾向欧阳问学 初到学院的熊师弟异常贫穷 弟子徐富关曾描述 熊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 在某山寨交盟馆 没有裤子换 只有一条裤子 夜晚洗了 就挂在菩萨头上 晾杆接着穿 在内学院时 也是常年只有一条裤子 有时没得换 就光着腿 外面套一件长衫 因此人颂绰号 空空道人 开始时 欧阳静吾并没有注意到熊师弟 后来听说 蔡元培给他的书作序 欧阳才找他要稿子看 看到熊师弟的笔迹 他大为惊叹 在南京求学的两年间 熊师弟不仅写出了维时学概论初稿 还阅读了成怡 朱子 王传山 康有为的著作 同时他还钻研经学 子学 佛学和西方哲学 短短几年 熊师弟就对如 世道 对中西哲学 有了新的体认 这是北大红楼 1916年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推行改革 使北大成为全国的学术和思想中心 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测源地 1922年 37岁的熊师弟 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 主讲佛家法相为时 月薪120块大洋 在当时的北京 一块大洋可以请一顿涮羊肉 要逛公园 一块大洋可以买20张门票 至于精神食粮 一份报纸零售三分钱 一块大洋即可订阅整月的报纸 相对于当时一般的工人 只有五到十个大洋的月薪来说 熊师弟绝对是直接进入了富裕阶层 生活品质直线上升 当时北大的学生还很有自主权 学校聘教师 学生要参与并提意见 如果学生不答应 校方就要重新考虑 因此没有教授敢在课堂上训学生 然而熊师弟却从来没有收到过 学生的投诉信件 熊先生讲课呢 他好骂人 喜欢骂人 所以的话 听他课的人 不管是这个就是学生也好 弟子也好 还是说甚至说跟他同辈的 这个至交好友 同辈的这个教授同事 显有不被他骂的 他是一边讲课 一边他有时候讲到高兴出 他就忍不住要那个 表示对学生一种亲热 拍人家后背一下 甚至拍一下人家投一下 他自己是航武出身啊 力气比较大 学生们都不敢做第一排 做了最后一排 他从最后一排敲来的 原来是做第一排的被敲 后来是做最后一排的被敲 所以他声音很洪亮 说深圳这个唐语 声音很洪亮 讲起课来很投入 这是他讲课的 的确是有他的这个 这个风格和特色 在主讲佛家法相为实的过程中 雄师利对这门有着 两千多年历史的旧学 逐渐由怀疑转向批判 并开始架构 日后让他名声大震的 新唯诗论哲学体系 那时和雄师利住对门的是 作家费明 二人常常针对新唯诗论 进行辩论 而每次辩论 他们都是声音越变越高 连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 有时甚至动手动脚 当时全部先生说的 他说他在前方里面 亲在后面吵不下 两个人 吵着吵着 后来没声音了 怎么这么安静呢 他过去看 两个人到地下 你把我掐住 我把你掐住 他们打完以后呢 两个人其实是被别人拉开了 拉开了以后 那其实就是为 他们的学术观点 才有这样的行为 打完以后 人家当然还是好朋友 1932年 经过十年的思考与积累 熊石利发表了 他在学术上的钢顶之作 《新唯诗论》 标志着飞升中外的 新唯诗论哲学体系的诞生 书的署名也不一般 黄刚 熊石利造 跟佛经的署名 某某菩萨造一样 后来他还自称 熊石利菩萨 他试图在北大讲新唯诗论 要有一所创新 要希望能够把欧阳静武老师 那里学到的佛学佛法 能够创造性地加以解读 所以那个时候 他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是一种菩萨 到了一种很高的 德行道行的这样一种境界的时候 才能够这样成功 那么他就觉得 他自己有这样一种气魄担当 他就以这个实力这种 来做自己的名号 在《新唯诗论》这部著作中 熊石利对传统唯诗学 采取洋气态度 指出传统唯诗学的毅理 过于繁琐和复杂的缺点 书中虽然包含有唯诗 法相的内容与思想 但又砸取了禅宗 天台 华言 以及周易 老庄 宋明理学等各种学说 重点是谈体用关系 可以说 这已经不是一部纯正的 唯诗学著作了 此书一出 立刻引起了佛学界 特别是熊石利同门师友的激烈攻击 他批评的重点 实际上是从佛学归到哲学里来了 他是站在哲学的立场来批评佛学 欧阳大师他们不能理解他的一个看法是 其实熊先生的深意是批评西方的那种分析 就是近代西洋的哲学的一些分析 但是他是故意的用以用对佛学的这种分析来加以批评 所以当然他的这个用心 他的老师 他的同门的师兄弟们也没有理解 与佛学界等人相反的是 蔡元培 马一福等学术界人士 却对熊石利的书推崇备至 当时蔡元培站出来力挺熊石利 并为他的新书写序 其二千年来 为教界所献 未有以哲学家方法分析推求 直言其所疑而视为补证者 有之则自熊石利先生之心为实论史 蔡元培这篇序的大义就是指 熊石利是两千年来用哲学家的立场 阐扬佛学的第一人 然而 熊石利与师门的这场论战 一直都没有平息 1942年 欧阳静吴大师在江津病危 熊石利听说后 到江津内学院探视 希望与老师见最后一面 当时内学院同仁 怕大师见了这位 背叛师门的学生后 情绪会受刺激 劝他回避 因此师徒二人 终未能见最后一面 1932年 胡须飘飘 面带病容 头戴瓜皮帽 好像一位走方郎中 在寒气色缩中 刚捡完小手走出来 那便是熊先生 他那时身体不好 常有病 他们在那里闲谈 我在旁边吃瓜子 也不甚注意他们谈些什么 突然听见他老先生 把桌子一拍 很严肃地叫了起来 当今之事 讲晚舟诸子 只有我熊某能讲 其余都是混车 牟宗三见过熊师利之后 立即就选了他在北大开的课程 牟宗三第一次见到熊师利时 23岁 此后一直到他41岁 都陪伴在熊师利身边 熊师利成为了影响他一生的人 后来牟宗三也成为了现代新儒学大家 并与熊师利的另外一位学生徐复观 并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代表人物 从1946年起 台湾基隆港港口就陆陆续续 开始有从大陆来的人 那一年大陆千台人数 三万七千九百七十八人 到1948年 人数已达到九万八千五百八十人 1949年 国民党军政机关大规模迁往台湾 人数更是达到了二百万 熊师利的学生徐复观和牟宗三 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台湾 这一时期熊师利也很彷徨不安 他内心深处还是很想回北大或者湖北老家 专心研究自己的学问 但他又对新生的政权存有疑虑 担心自己不能有一个安心治学的环境 甚至还动过去印度或港台定居的念头 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大哲 1949年10月 在广州解放后的第十天 他的老朋友董碧武 郭沫若联名电邀熊师利北上共商国事 熊师利在回复中提出了四个要求 不做官 要讲学 路上要有人招呼 和一所坐北向南的房子 董碧武回信 坐北向南的房子很紧张 其他条件没有问题 董碧武跟熊师利两个人 他的年龄是差不多的 当时他们都是黄冈人 他们交集是在武昌的时候 董碧武当时也在武汉教授 熊师利也是在武昌的文化大学教授 他和董碧武是终身的感情 是吧 这个早年他们是革命同志 董碧武也是同学会的老会员 对不对 董碧武也是同学会老会员 后来是慢慢的又进一步 就走上了这个革命的道路 就是走上这个信仰 就是从这个同学会里面分流出来的 1950年3月 熊师利抵达北京 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明到车站迎接 而这时 离他1937年七七事变后 八枚车逃离北平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 回到北京以后 熊师利仍旧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每周两节课 当时教授的待遇按小米折价 熊师利的工资为每月八百斤小米 和刚从美国回来的华罗庚先生一样 熊师利来到北京后 住在交道口附近的五间北房 房子是由董碧武预先租的 家具齐全 很是宽敞 住了两三个月 熊师利嫌院子嘈杂 无法写作 写信给董碧武要求调换 此后 他又搬至护国寺大绝胡同12号 但也没住多久 最终又牵至石刹海后面的 一所小四合院内 而此时 熊夫人正和儿子住在上海 夫人也曾表示 想到北京来住一段日子 熊师利却怎么也不肯答应 徐副官回忆 熊师利说过 要想做学问 生活上要和妻子隔开 你和太太孩子这样亲密 怎能认真读点书 搬到石刹海以后 熊师利的邻居都为旧日好友 而旧时弟子也时常登门拜访 同时 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 如董碧武 郭沫若 徐特利 李基深等新朋旧友 也常来探望 这时熊师利心情十分舒畅 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 熊师利继续著书 他和一女仲光 一起整理自己的书籍 并撰写新的著作 1950年到1954年上半年 熊师利陆续写了 《催货险宗记》 《论张江陵》 《论六经》 《新维师论山定本》等著作 并开始起草原如上院 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峰期 你们看得很清楚 他就是想把这个历史上 有利于当时 为当时的新中国 做一些理论的论证 和支撑的这样一些东西发掘出来 一个是论证他 支撑他 一个是又引导他 为他指出一个在他看来比较理想的方向 于有人认张江陵的时候 他就批评了张江陵毁书院 毁尽学术 这个不好 其实也有一点 跟我们中央领导建言的意味 就是说政府可以有他提倡的 一种主流的一个思想 或者说意识形态 但是的话 却不可以阻挡这个学术的自由研究 和这个自由创造 然而这样的生活没过多久 雄师利就颇感郁闷了 当时北大哲学系教的 多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程 渐渐的原来的好友来往不多了 前来问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少 这时雄师利渐感孤独 1954年10月 雄师利因赶到年老 不耐北方严寒 而离开北京 移居上海 此后便讲谈 雄先生到上海以后 他的这个 应该说整体上来说 他的心境是比较孤寂的 因为当时整个的这个 时代氛围 他就是说对于这个维新论 雄先生所讲的东方维新论 就整个上吃的是一种 就是比较批判 或者说是一种就是漠视的态度 他是希望有人传他的学问 他要把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的这个精神 人爱人德良知的这个东西传下来 这个学问的大头脑 要把它传下来 本心的这个人德本心 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核心价值 要把它传承下来 但是当然这个那个时候 那个氛围之下的这个 他的这个学问的被认为是违心主义的 所以他也有点苦闷 像任吉玉先生 上点地址 任吉玉先生 公安写信 他说熊先生 他说我对不起了 他说我要跟你分手了 我要去学马克主义了 由于得到诚意的照顾 熊师弟在上海的日子还比较好过 但作为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工作对象 他的生活除了著书外 还多了一项汇报思想工作 育有运动也难免要表一下态 1957年6月 他写信给统战部 信中有 今天见报在张伯军自认造谣反党 真可耻口恨 1959年2月的信中 有昨年大跃进 中外欢腾 金岁更当一日千里 但信中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 如住房问题 吃饭问题等等 熊师弟爱吃肉 甚至一顿饭能吃一只鸡 他曾专门写过一篇说时 于以为 国人生命上缺乏营养 此不可不注意也 他说我自己要写书 要耗尽脑子 要有营养 那个时候也是物质匮乏的时候 不是像现在 但是他又 所以他有时候也跟学生开玩笑 说这喂的鸡汤 别跟你师母说 我自己吃 熊先生曾经受到他的弟子徐副官的邀请 在他家中小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换了那会儿 徐先生的这个小女儿 年纪也不大 熊先生就逗弄他 问他呀喜不喜欢熊爷爷呀 小姑娘童言无忌 不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呢 我们家好吃的东西全被你吃完了 熊先生哈哈打笑 到上海以后 熊师利虽然没有再登讲坛 但他依然坚持著书写作 身体大不如从前的他 常常凌晨一两点钟就起床 拖着病体坚持写作 1956年 熊师利完成了《圆如一书》的下卷 全书共33万余字 以六经助我的精神 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 是熊师利论述儒家思想的代表作 书中以儒家经典为依据 综合考验与分析 论述了孔子开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宗旨和内涵 指责了后人对孔子儒家正统思想的曲解 圆如出版以后 政府文化部门曾将这本书分送给印度 日本 苏联和东欧来访的朋友 使熊师利的学术思想传播到了海外 1957年 熊师利完成体用论 1958年完成明星片 后又写成乾坤言 乾坤言刚开始写到两三万字的时候 熊师利便浑身是病 但他仍然坚持 终于在77岁时完成了这本二十万字的儒学经典 当时中国哲学会希望熊师利能加入其中 熊师利却提出两个条件 一是不开会 二是不改造 那么熊先生当时为什么要提这两个条件呢 因为当时整个的学术风气受政治的影响特别大 很多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面都尽弃其所学 也就是尽弃旧学改宣根章 但熊先生不愿意变 他说改造了就不是我了 他给马一福先生的信中也说 自己是缺乎其不可拔的 也就是自己的这个主张是不可以改的 1965年下半年 当弟子习富裕去看望熊师利时 发现他一人独座屋中 身穿褐色长衫 扣子全无 只用一根麻绳做腰带 样子像个老僧 他为自己定有三戒 不出门 不会客 不写信 衰年囚境 了以足岁 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界 熊师利独树一致 他虽然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 持批判态度 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 而是对传统儒学做了较彻底的反思 并且吞吐百家 独创了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 熊师利一生力图理解时代 把握时代脉搏 而又与热闹喧嚣的俗臣世界 与新潮与时髦 与政界和商界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绝不随波逐流 哪怕是在他所处的学术界 他也是独行孤王 对于自己一生的特立独行 熊师利曾自我辩解 人们说我孤冷 我认为人不孤冷到极度 不能与世协和 凡是有志于研究学术的人 都应当有孤王精神 这两句话 或许也是熊师利 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概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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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